做水产进口的青年级男生 疑似看电视 突然看到美食节目 正在介绍纽约的龙虾三明治 他心想自己明明就有办法 拿到最好的食材 和不善用自己的优势呢 于是他一个星期 跑三趟机场 把加拿大空运过来的火龙虾 直送店领制作三明治 价格也压得比其他店家还要低 果然一开业 就吸引掏客们 钻进巷弄内 品尝新鲜龙虾的美味 蒜末爆香之后 厚厚一层cheese铺上去 接着用高温炙烧 一整只焗烤龙虾端上桌 顾客的眼睛都亮了 这是我们店里的包团 已经都卖多好多 肉 插大鱼都很浪质 很有弹性 然后应该是蛮新鲜的 然后很好吃 味道很香 体型600克 脱壳22次的龙虾肉质最为鲜嫩 而30个小时之前 这龙虾还在加拿大海域 一大早餐厅老板柯宗佑 才从机场把他跌回来 我们从加拿大过来 30个小时内就冲到台湾了 直接冲浴 然后我们当天去 当天去做那个 去收货 他还活着 都是活的 都是活的 而且我们的品质 就是像加拿大 它会先 它会有严格的 捕捞的规定 对 它如果像 它龙虾会换壳 它换壳的时候 它就不会捕捞它 或是太小吃 它会拿一个池在那边量 太小吃它会丢回海域 那捕捞上岸了以后 先回到岸边的那个厂 原厂去育养 育养一阵子 等它稳定了以后 再送到台湾 为了拿到最新鲜的龙虾 柯仲又一个星期 要跑机场三次 他说冷冻龙虾的口感 就是不一样 冷冻口感差蛮多的 那因为我们本身 主要都主打活体的龙虾 所以我们想要 直接拿我们龙虾 来做料理这样子 对 那就不用太多的 一些调味料 新鲜的就好吃 通韵包裹收到之后 马上要放进海水里 我们每天都要做检测 对 海水太低的话 就会比较有问题 对 所以我们会去调 每天都要去测量它的水质 还有温度 我们的温度都有控制在十度以下 对 十度以下 这一大池活跳跳的龙虾 几乎两天就清空 光是招牌的龙虾三明治 一次就要用掉半只龙虾的分量 汆烫之后 就立刻冰镇 用扒的 用剪的 用敲的 三两下一只龙虾就迅速分解 因为它是新鲜的 所以它的肉不会黏在那个 它的 对 所以不剥就起来了 冷冻就全部都烂烂的这样 对 吃起来口感也很大 会不会差 当然 拆解功夫 可是练过了好一阵子 刚开始难免被尖刺戳伤 因为挤啊 客人一直来人要挤 要赶快剥 就大刺到刺的 对 像这旁边都是刺 嗯 现点现做的龙虾三明治 没有过多调味 简单的酱料带出虾肉的辛甜 七年级的老板柯宗佑 是从嘉义北上打拼的小孩 原本做的是水产进口 一次在电视节目 看到纽约的龙虾三明治 他想自己明明就能拿到最好的食材 为什么不试试看呢 自己本身也喜欢吃 然后自己会去做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然后第一就不要影响到龙虾的原味 然后他煮的一些方式 他的一些烹调 他面包的那个口感 都有去做一个明教 应该是说我们的做法是 我们原本就是大盘上的 所以价格我们尽量会去压低 把这个优惠给小费者 和女友一起凑了创业基金 为了节省开支 他的三明治店面开在巷弄内 装潢是最省钱的工业风格 也没有宣传 但是新鲜龙虾的美味 还是吸引许多掏客上门 回客率也相当高 开幕短短不到半年 就已经有展店计划 柯宗佑说 把自身优势善用到最大 抢在潮流之前开疆壁土 尽管冒险却有更多机会赢得先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